那我面前的是发财树 很多的话我非常的喜欢养 一听发财树都想发财 有的话说种发财树能发财吗 我说我有很多同行种发财树的也亏了 不是你自己琢磨着来吧 指着这东西没啥用 那么咱们就说一下它的一个养护 首先大家一定要了解发财树的习性 典型的一个热带植物 对吧 它不怎么耐低温 在我们山东地区如果说赶露天 来一个死一个 来两个死一双 所以说不要低于5度以下 尽量的维持在15度以上 是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 生长的一个舒适区 再一个呢就光照在一块了 你看春天的太阳跟冬天的太阳 或者秋天的那种太阳 不要特别辣的都可以晒一晒 但是到了夏天呢 咱们北方的花园也好 南方的花园也好 尽量的避免一个强光的直射 它喜欢那种半阴的一个环境来说 那春天的时候呢 它是它的一个生长期啊 如果说大家家里面有养了很久的 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发财树呢 每年春天啊 就大概就是五一前后啊 劳动节的时候 你想着你也该劳动了 可以拿起来自己家的剪刀 把去年的一些老叶片呢 给它剪一剪啊 有的话说怎么剪 你看那点牙子 别把牙子给它剪灭绝根了 你跟理发一样 你可以刮秃头 你别把毛囊都挑去了 那就不行了 可是可以修剪一下 控制一下它的一个茂密程度 大概你像春天的时候 一两个月就可以再长出来茂茂密密的 越剪越圆了 越剪越好看 而且呢会让树干里面的营养 不至于全部浪费在一个字条上面 好吧 这是每年的一个修剪工作 光照也跟大家提了 就是一个浇水比较关键了 浇水呢一定要保持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你可以找个这种一次性的筷子 很多的话说 老花一怎么要判断干湿 您就这么着 直接就插到这个盆土里面 是吧 哎你每天拿出来看看 筷子干不干 你不就能揣测一下 这个盆土的干湿了吗 你像我这种水平 那就可以不用筷子了 基本上一颠一看目一测 它就知道干还是湿 你这个维持干湿循环 因为植物呢 根系只有在掠干的时候 才长得比较旺盛 很多的话 都是因为浇水多呀 烂根了 还有的话 长时间都不浇水干不死了 养花 你得养 你不能光看 对吧 还有就是咱们往下捋的话 就用土了 尽量的用一些松软和透气的土 很多的话 老是用一些那种泥土什么的 你毕竟是个盆栽 是吧 你就用点好点的土 泥碳土作为优选 其实呢 叶康 松针 草碳 泥碳 浮液 都可以 好吧 臭宝 最后一点呢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用肥以及增长预热病毒害 用肥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用缓氏肥 因为它的浇水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 当然了 该浇水的时候 你也可以兑一些营养液 或者是花的多 通常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用一些缓氏肥做底肥 如果说你用的是营养土 或者腐质土的话 可以用这种无机肥 如果说大家用泥土的话 我就特别不建议啊 撒到上面 看一下肥硝漆 你像我拿的这个是一百天一回 咱们就一百天用一次就行了 正常的时候 你该浇水浇水 该干嘛干嘛去 别的有没压事 然后呢 还有的话会遇到一些什么呢 这种黑斧啊 烂杆啊 包括剑鞘虫啊 一般都是潮湿 闷着不通风 水大缺光通风沙 好吧 一般都是这一点 只要稍微的盖它一下 像花儿门那一样的发财数 越来越棒 也祝大家发达财 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什么不明白呢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老华一 两华正在一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